哈喽晚上好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 你们都睡了没 我还没睡 我还得很努力的搬砖 前两天给咱们家那个阿姨 还有那个天津的徐大哥发的海参 阿姨的已经好了 现在看看那个徐哥那个怎么样了 他俩的身中间相隔一天 应该也可以了 哇塞 好沉啊 打开箱子看一下 哇塞 一个一个的胖乎乎的都已经长起来了 大胖子 哇塞 看这个这么大 我拿一个干生 跟这个对比一下 这个里面的是300个头的干生 然后跟这个300个头的那个发起来的 刷在一起对比一下 来吧 我就从中间捞出来了几个 然后这个算是最大的 这个算是稍微小一点的 干的对比一下 看这个是300个头的干生 就是这么大的 找了一个尺子 量一下 还可以了哦 这个 这个算是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也可以了 一斤 一斤300个头 一斤300个头 能发出这样的海参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哇塞 这个这么大 你看这个 看这个 看里头一斤 这个自己家吃的话就很好了 看这个个头真的是不小哎 哎 这个算是小一点的 看看这能想到这么小的干生 能发生这么大吗 我的个天哪 这个就是干生 就这么大 发的就这么大 好 这我说完 都深一点了 估计你们都已经睡了一觉了吧 看看 海参应该冻好了 嗯 应该差不多了 真好十二点 真好十二点 嗯 这会儿已经是凌晨的十二点半了 知道三百个庄囊有多少吗 看 就这样的汤子 满满三大瓶 三百只 我看了这个小店 每天都忙的后半夜 但是现在的我是属于累 变快乐着 因为有你们陪伴 有你们支持 今天妥妥的了 一点多了 一点多了 我也困得睁不开眼了 关上灯 去觉去吧 明天再接着忙活 已经睁不开眼了 一会儿 来补复 有点 有点 有点